将近四千万的预算里面 竟然有高达三千多万 是在补助高领市政府 安定基金沦为小金库 许明春不要孤出来念对 由自己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先提案 然后之后呢 劳动部再随时提案 然后之后再由谁来同意呢 再来由许明春 也就是劳动部长 而自己本身就是 就位安定基金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把就位安定基金里面高到80%的补助款 然后呢再移到这个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本身 又是在高达市政府 许明春自己本身就是高达市政府出身 换言之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自编自导自演自肥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今天认为说 这整个的就位安定基金的使用 不应该是如此 而就位安定基金更不是你今天许明春 劳动部部长的小金库 就位安定基金它的目的原来是什么 它是要促进国民就业与劳工扶植 50年前发生的劳工劳安事件 这个意外 要去纪念那个活动 请问刚刚就业基金我讲的说 要协助国民就业 以及促进劳工的福祉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11月通过临时动力辅助高雄市 12月才提出执行要点 把它定一个执行要点 叫做就业安定基金补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 办理推展女性劳动计划 补助作业要点 里面的内容写说什么呢 要推展女性劳动 并让社会大众了解女性劳动价值 这个就是杨耀委员讲的先射箭再画法 像我讲的就是脱袍 就业管理基金的管理会里面 目前最高位是29人 劳工代表只有5个人 人数太少了 我们两盘主张 必须从现在5个人提高到10个人 这样才能确保劳工的权益 每一年将近350亿的贵用 到底有没有用在大伯萨 涉及到1000万劳工的权益 所以我也提案 过两天就要审查这个基金的预算 我要求审计部 就这个基金过去三年来的资用 进行专案查账 看看他的资用 有没有符合法令的规定 有没有浪费的情势 假设有不法浪费的情势 我们要求实际部 以守法办 另外假设有不当 我们来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 跟财务责任 未经许不要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